嗨,我是小平,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讓你的講話或者是唱歌能夠更厚實 然後如何去改善你的推擠或者高喉味或者很虛薄的聲音 大部分的人會很虛薄聲音,主要除了聲門閉合的問題之外 包含你對於咬字的認識,你會用推擠的方式去記得那個字怎麼唸 然後他會習慣高喉頭,習慣氣音 例如說,我們不是都說聲音要厚實,也許要低喉味,也許要打哈欠,也許要嘆氣嗎 那今天我們準備一個這麼大的嘆氣 嗨,然後你講個A,嗨,A,你看我裡面的舌頭喔 嗨,A,這樣,現在變得很薄了,所以你要去練習這樣 嗨,A,嗨,A,或是,嗨,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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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如果你有這個衝動,例如說子音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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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然後,但如果是,嗨,氣音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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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它是跟對嘴一樣的 嗨,嗨,嗨,嗨 那都是氣啊,他就會嗨,嗨 study 所以聲音就不會扎實 所以你要去唱 sert練習,嘆到最低,憋一點氣,然後發出聲音 嗨,嗨,阿, trouser,嗨,ί 然後他去習慣這個概念 如果覺得這個對你來講已經很自然了 你可以去嘗試一下,身體很用力的往下撐開 所謂的丹田支撐嘛,肚子變大 然後這裡要練習去喘氣 很硬的身體喔 欸! 喔不是 欸! 不是這個喔 很長身體 然後 欸! 可以嗎? 它就不會是 欸! 那我們試試看,趕快收 欸! 但如果不夠高欸 我覺得我會鬆啦 欸! 我要想一下 我習慣性的吊音 如果再高我想一下 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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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找一下 對我來說要找一下,因為我不習慣 但以前的話我就會 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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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用各種擠壓的方式把它夾住 可是現在開始我要去習慣 欸! 欸! 對嘴的時候身體很有力 可是脖子是鬆的 啊! 可以嗎? 就這樣子 所以 基本款就是 碳氣到最低 發出聲音 或者 碳氣到最低 對嘴講話 12345 12 它就跑掉了 OK嗎? 然後另外一種就是 身體很有力 然後 脖子跟嘴巴 無敵放輕鬆 完全不能用力 無敵放輕鬆 完全不能用力 不是 無敵放輕鬆 完全不能用力 差很多喔 加油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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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